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后面的三个运算符 那么第三个呢叫做逻辑运算符 那么逻辑运算符的话有这么几个逻辑 非运算 或运算 与运算 那么有这三个 这三个运算符 那么假设这个变量是10和20 还是A和B 依旧是10和20 那非运算的话 所谓非运算就是 在这里面呢 这地方的话有一个表达式 当然这个表达式是false false的话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false之前讲 false是表示假的意思吧 那么非假 非假非表不是 就是不是 不是这个假 不是假不就是真吗 是吧 它是相对的啊 所以非假就是真 那像这个的话就是这个运算符的一个体现 那什么是获运算 什么是获运算 那么在获运算这个地方呢 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的话 和语运算就会有点懵 获运算和非运算和语运算到底干嘛的 非其实好理解 就表示取反的意思 那么获运算呢 当一个条件里面有好多几个表达式 像这个条件 它是不是有一个表达式啊 然后这边是不是又一个表达式啊 LT表示小于 GT表示大于 那也就是说A要小于20 A小于20吗 10不小于20吗 小于那这个成立还是不成立 是不是成立 那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真是不是啊 那后面GTBB是20 20大于100吗 不大于 那这样的话 前面这个真后面这个是不是就假的呀 那么如果两个我们通过获运算连在一起的话 那么注意 结果就是真 对 只要表达式里面有一个为真 结果就是真 有一个为真 结果就是真啊 这地方有点绕啊 特别是刚接触我们一个程序设计的时候 的确有点头疼啊 有多个表达式 如果有一个为真 那就为真 这个就是获运算的结果 那么还有一个与运算 与呢 换一个词来说就是 并且 两个表达式 或者说有多个表达式 必须全为真的时候 它才为真 哎 否则就是假 那只要有一个不成立 就是假 啊 所以这个的话是第二个啊 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写的 A 小于 二十 十的确小于二十 没有问题吧 二十 大于一百吗 不大于 那是不是一个真一个假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要并且 并且 哎 那并且 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 哎 刚才在上面 或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 二选一嘛 或不就是 或者吗 二选一 或就是或者的意思啊 那二选一的话 只要有一个为真 哎 它就是为真 那么现在 一个真一个假 真并且假 这个呢 咱说也说不过去 一个东西不可能又真又是假的 不可能是真并且假的啊 所以这样的话 那么最后我们就认为它是假 也就是反为了false啊 那要么真 真或者假 真或者假 那如果你本身想要真 那即使或者 那没关系啊 我拿真就行了 所以最后呢 反为是真的啊 啊 所以我们去记一下 如果有一个为真 就为真的 它是或运算 如果要求所有的表达是都为真的 这就是 与运算 那为什么是欧和A呢 欧就是 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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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呢 并且按的 或者说 和且 就是按的啊 所以是欧和A 至于上面这个是不是 为什么是碳号啊 这是感单号啊 因为感单号 为什么是碳号 所有的变成语言 取返都是感单号 所以我们这地方也不例外 也是感单号啊 嗯 行 那是这边的话 需要去注意一下 这个什么是或运算啊 什么是与运算 先理解它的含义 或有一个为真 那就为真 并且要求所有为真 才为真 否则为假 行 那它这个案例呢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啊 那么刚才那是test 10 那么现在的话 vm test11.sh 国际惯例 探号 bing bash 先输出 a等于10 b等于20 那a和b呢 就可以不用输出了 因为呢 那第三个案例了 一直都是a等于10 b等于20 啊 然后的话 我们先来第一个取返 取返呢 这个呢 跟这个a和b就没什么关系了啊 我们这地方呢 也不需要去 写什么这个条件了 直接呢 就是if 中文号 他说取返吗 哎 取返 取返 force 啊 取返force 那么取返force的话 呃 这块的话啊 它是直接就写了一个force了 呃 这一块呢 它的地方呢 在写的时候呢 有个空格 那咱可以先不写空格 看看呢 实际呢 有没有影响 然后后面的话 then then 然后空格 那取返的话 假取返就是真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输出一个 i 靠一个i 真啊 那否则就不用输了 否则就不用输了 到这地方就可以了 fi啊 fi fi 退出 保存 chmod 将x test test 11 然后当前路径下 test 11 啊 11 s h 真 是不是走呀 啊 是走了 走了 那就可以了 那说明这个呢 的确是 永远为真了 因为假 据反 它就是永远为真 而且这个假呢 还是我们写死的 它不会变的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再看看其他的 其他的就是这个 货和语了 那么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叫做 货运算 货运算的特点就是 有一个为真 哎 即为真 结果就是真的了 哎 像if 然后中括号 后面的话 空格空格啊 这个不要忘了啊 空格空格 然后呢 这里面写上 DoraA 要LT LT呢 我们要小于 啊 杠LT啊 杠LT 要小于20 然后或者叫杠O 然后再空格 要DoraB 大于叫杠GT 然后大于100 哎 这么个形式 那如果说 这个东西成立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面呢 就来个 1234啊 A靠一个 A靠一个 如果有一个成立 它不应该是为真吗 则是货运算啊 最后呢 FI 退出一下 哎 看看它是不是真 它也是真吧 那它也是真 行 那现在的话 我再换一下 再换一下 嗯 我把这个呢 改成 GT 哎 那现在问题来了 第一个 10大于20吗 后面那个条件 20大于100吗 那是不是两个都是假呀 那假或假 最后它应该返回什么呢 那其实在当前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返回的 因为假或假 它最终的结果是假 但是我们条件是真的时候它才进去 那最后是不是假呀 我们这里面又没有else 对不对 所以它就没有输出了 我们看一下 验诊一下 这个真是第一个的真啊 是上面那个真 是这个真啊 第七号的真 下面这个没有真啊 所以呢 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说都为假 那么结果肯定是假啊 所以这个表格呢 它又写的有点局限性啊 就太小了 写不下了 那在下面呢 重新写一下啊 或运算 一个为真 即为真 全部为假啊 全部为假 那就是假 全部为假啊 就是假 然后语运算 语运算的就是 一个为假 其实就是把这个反过来了吧 一个为假 那就是即为假 然后呢 全部为真啊 才是真 全部为真 才是真 这是货运算和语运算的 它的一个表现形式啊 行 那么这块再给它换回来啊 改成LT 一个大鱼 一个小鱼 那么最终呢 由于是使用的是货运算 所以结果就是真啊 就是这个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语运算 语运算 那么全部 为真 才为真 否则就是假 if 总号 啊 然后呢 doraA 同样还是这个 LT 20 20 哎 然后呢 语 语就是暗的 暗的就是A 然后 到B GT 100 其实和上面一样啊 THEN 当然这个时候啊 它有一个是不成立的 所以最终呢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能看到假的话 说明是不是走进来了呀 那最后的话应该是 哎 看看啊 应该是什么地方写错了 他本来就不成立 本来就不成立了啊 不成立那就不对了啊 呃 应该是后面 再一个else 再一个else 才能出得来啊 else 那么 echo一个 呃 到了啊 到了啊 这个是 假啊 前面那个是 这个应该是 10 小钥匙 没问题吧 是真 但是后面这个呢 是假 那么真 假 一按的 本身就是假的 但是如果说 你要想出出真 比如这里面条件是真嘛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条件 就是假呀 为假的话 走后面吧 啊 真真假假 假一真 然后就乱套了啊 行可以啊 真真假 啊 就是这个效果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只要记住 刚才在笔记在里面 写的这句话 或运算是 一个为真 即为真 后面呢 我可以就不用看了 啊 全部为假 才是假 啊 全部为假 才是假 那么语命算呢 是一个为假 即为假 全部为真 才是真 啊 把这两句话记着啊 这两句话记着啊 对于后期呢 如果你有兴趣去学别的语言的话 这两句话也会用到 可能没有兴趣 好多同学就是因为别的 这个写代码的工作太累了 才转这些语言是吧 这个是货和语运算啊 货和语运算 那么货和语运算呢 这地方呢 挺绕的啊 一定要把这两句话给记着 一个为真 即为真 全部为假 才是假 一个为假 即为假 全部为真 才为真 货和语啊 感谢观看